记者林国贤云林报道,云林县斗六会本馆今天上午发生儿童受控电梯约40分钟事件,经消防人员与电梯保养技工联手抢救,顺利将受困儿童周初结束这场电梯惊魂。 今天上午受控儿童与母亲到会本馆建书9点40分取该名儿童搭乘电梯准备下楼,电梯却发生困障,才独幼儿园大班的儿童独自受困电梯,还好儿童母亲在电梯外安抚儿童情绪等待救援。 云林县消防局接获通报,立即出动多名消防人员前往救援,一群人一边安抚受困学童情绪,一边摸索打开电梯门,费了九牛二虎之力,最后在电梯维修人员协助下终于救出,将电梯门打开,顺利救出该儿童。 小朋友受困时相当勇敢不哭不闹,听从消防人员指示等待救援,不过被救出后紧紧抱着母亲,脸上充满惊恐。 事故发生后,会本馆已全面暂停电梯使用检修,官方表示电梯每个月都保养一次,最近是本月九日检修。